嗨,大家好,我是跟大家分享知识和好物的大表姐 最近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在问说 能不能买老婆小,以后还能不能买房子 注意啊,房住不炒,不是说房住不买 很多人就是把炒房跟买房的概念搞混了 国家不让炒房,并不是说不让买房 你要是住的话,那你还得有自己的房子啊 那能不能买老婆小,我给大家讲一个 今年发生在我们朋友圈中的事情 我有个朋友呢,叫小明 他以前呢,就是说实话是抱着一个炒房的那种想法 去买了他的自住房 他买的是深圳被媒体炒作的非常有泡沫的那种新区 就新的区域啊,所谓的宇宙中心那样的片区 买了一套次新房 面积也比较大 然后他自己搬过去之后 他发现教育,交通,医疗,购物都不是很方便 他上班也非常远 每天通勤来回,加起来要两个多小时 有时候一堵车要三个小时 那他当时买入的目的就是觉得 那种新区炒作的那空间比较大 他觉得买了之后呢,房价会猛涨 但是没想到就遇到疫情还有这种房价的调整 那种新区的房价不仅没有涨,还把它给套牢了 然后他自己住在那边是苦不堪言 就我上面说的几个要素 因为新区它的配套是不完善的 但是他在买的时候啊 那些媒体宣传的时候 包括开发商把周围都会描绘的非常好 说将来有一些配套 有一些配套 反正都是画的饼 但是呢,这种基础设施跟城市建设 它不是说一下子就到位的嘛 有很多的设施,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就是你现在没有的,很可能以后永远都没有 那种新区它只是一个规划 所有的大饼如果要成为现实的话 有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小明呢就住在那里特别不方便 再加上现在由于房价不涨 他那个炒作的价值就消失了 然后他因为买的是那个比较新区 然后面积又比较大 炒作的价格又比较高 他站岗之后呢,每个月的月供也很高 自己住着不方便,还要背负很高的月供 然后今年呢,虽然说要拯救房地产 但是一直见效不大 他那个房价也就回升了一点点 加上他的房贷利息啊 和这几年的那个各种七七八八的费用啊 他现在卖掉呢,还回不了本 还略亏一些 但是他思来想去 最近呢,他决定把房子先挂盘 然后他自己举家又搬回了福田区的一个老破小的房子 他是租别人的 就是说他把他那个比较新区的大房子挂盘了 完了自己全家搬到这个福田区 也就是市中心的 跟他的新房比算是老破小了 因为面积比他那个新房小了很多 那从小明的事情就可以看出 老破小,特别是市中心地段的这种老破小 他是具有非常好的居住价值的 他搬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他在那个新房子里 没有的那种配套缺陷 他回来之后,孩子上学 然后他的上班的交通 周围的医院医疗设施 还有商业都非常的便利 大家都知道深圳的几个老区 福田区,南山区,罗湖区 有很多这种基础设施 还有这种生活配套 根本就不是以前圆关外的地方可以比的 又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因为这几年这个炒房的风气特别厉害 就觉得那些新区涨价涨得快 然后老破小呢,不怎么涨价 很多人都是已经没有这种买房居住的概念了 想的都是那个买房投资,买房升值 所以就纷纷被开发商啊 还有媒体的这种炒作 给带到非常偏远的新区去了 说实话,站岗当了韭菜 自己居住体验反而很差 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等醒悟了 哪怕租房子都租回市区的老破小了 所以就说从居住的角度讲 那大家完全就可以判断嘛 老破小能不能买,对不对 老破小总价低 你要问老破小能不能买 那说明你还是挺有钱的嘛 因为你还有别的选择 你可能还有新大豪的选择是不是 那现在一方面嫌房价贵 一方面又说房住不吵 晚你一方面还说老破小 没有价值,不愿意买 那你要买豪宅吗 还是买像刚才那个小明 他买的那种新区交通配套 各方面都不完善的那种 那种所谓的新房子呢 是不是,小明当然他买的是个次性房 但他周边因为是新区嘛 周边有很多新楼盘 然后这些开发商都会一起炒作的 所以才把他给诱惑到那儿当了韭菜 但是现在你看他自己又回到了市中心的老破小 对吧,这就说明了老破小 从居住属性上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优越性的 这就是他的居住价值嘛 然后我今天也看了很多关于香港啊 还有英国呀美国呀那种市中心的老破小的一些新闻 一些资讯 你像香港大家可以搜 香港的老破小还可以买吗 类似的问题 里面都会蹦出很多这种资讯啊 例子啊 你都可以看到 90后啊 什么某某某啊 我堂哥呀 他在香港买了一个30多平米的老破小 总价300多万 装修30多万 之类之类的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即便在香港 欧美这些地方 对吧 即便有很多市中心的老破小 他的楼林都超过了40年 50年 依然有人会买 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俗话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住到偏远的新区 那你说 一直炒作新区 想让别人来当韭菜 那可能吗 然后老破小 由于没有炒作 反而没有泡沫 很多持有老破小 或者这几年啊 就是按照自己的居住需求 购买老破小的人 没有站岗 也没有那种要断供的风险 反而就是 很好的满足了自己的居住需求 所谓的是 有多少钱办到多少事 是吧 就是 量入为出 实实在在 从居住的属性出发 那老破小肯定还是可以卖的 还是可以买的 可以买也就可以卖 也不算说错 现在如果还抱着要炒房的概念去买房 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 加杠杆 那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 去等待 像今天 有一个视频 各个网都刷爆了 就是写的是地址是在惠州的一个售楼部 一位女业主拿着当初签的合同 又哭又闹又吼又叫的质问 那个售楼人员说 你说好的房子会涨呢 你当时我买的时候那签合同 不是说房间会涨的吗 可能签 那当时销售那肯定会讲 对吧 就是房子还会涨的 要卖给你嘛 但是这句话 他不是签在合同里的呀 而且房子的涨跌也不是指短期内 或者是指所有的区域都是一样涨跌呀 就像小明买的新区 你看他之前买的现在也跌了 但是呢 过一些年 因为他那个新区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可能过个十年八年的配套真的上来了 经济也复苏了 他那个楼市 他那个房子啊 又会涨的比现在高很多 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但是你需要有实力 活到那个时候啊 所以就是问能不能买老破小的 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出发 现在就是房住不炒 你是要住 你不是要炒作 那你觉得这个老破小 如果是他能够让你不背负很大的债务 又能满足你的居住 孩子上学 老人的医疗 还有你平时的上班 还有购物需求 都满足你了 你买起来毫无压力 又不需要租房子 那当然可以买了 从香港 还有从欧美啊 还有英国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资讯 有很多老破小 他一样会升职的呀 只是说升职的比较慢 他没有那么太大的那种 大起大落 没有太大炒作价值 但他的居住价值是很好的 像在英国啊 有一些老房子 购买的门槛 比新房子还要高呢 如果你是买新的公寓 在新的片区 政府还给补贴 甚至降低首付 都鼓励大家去买新房 反而那种老房子 市中新的 还不好买呢 因为人家住的舒服 人家那边没有那种 炒房的风潮 所以越是老房子 不管是老破小 还是老破大 反而人家 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卖 所以就是说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一定要想好 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反正我个人是坚决接受不了 就是每一天 在上班的路上 交通花上两三个小时 哎呀那真的是浪费人生 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 浪费时间 无异于慢性谋杀 你这就 给自己买一个那么远的房子上班 每天通勤两三个小时 你就算是省了钱 也是在谋杀自己的生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 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意见 谢谢